解除19天噩夢 鑽石公主好上的同胞們 2月21號解除隔離 平安抵台 總統蔡英文臉書 除了歡迎跟謝謝外 最後一段加碼隔空喊話 強調有了這次經驗 後續不管是滯留在武漢國人等 台灣都會堅守嚴謹程序 盡力協商 劍指另一頭 等待救援的 近千置路太薄 本來要搭2月5號 第二批回台包機 在臨時被喊咖後 滯留在武漢的14歲 邪有病弟弟跟媽媽 趕等好久還是沒下溫 忍不住再向台氣連罰出求救 因為當時2月8號 最後一劑抗凝顯真劑用完後 即使2月10號判到了海基會 跟台商千里送的兩劑救命藥 但一星期必須施打一劑 15號打一劑 22號再一劑就又沒了 時間滴滴答答過去 緊接著2月28號 邪有病弟弟將再進入 帶藥危險期 其實我們在2月20號 也開了四劑的藥 已經給他的家人 那預計這個藥 可以用到3月28號 即便指揮中心強調 一再開藥 但終究治標不治本 不光有用藥需求的 盼能趕快回台 還有眼看就要開學的學生們 如果我要及時在開學之前回去的話 就是要在2月15號之前就要回去台灣的 有一些選修啊 就是可能就沒有全部就是都用線上教學 也是怕跟不上啊 今年大二還是雙主修 3月2號就要開學 推算回台 還需要14天隔離期才能回校 這智路一卡冒得可是休學風險 近前智路台胞 面臨著各自難關 就等兩岸協商包機 能盡快露出一絲希望 記者十文賢重回台北採訪報導